这条鲸鱼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搁钱在了沙滩上 已经到海水的边缘 如果没有人的帮忙下 长达8米 重达15吨的大家伙 肯定也是游不动了 长此下去搞不好 会被晒成鱼干的下场 鲸鱼能否成功地备救呢 在内容开始之前 希望朋友们能帮忙点个赞 谢谢大家了 回归正题 面对这个大家伙 救援人员也是一连忙 如何能对它施救 也成为了一大难题 如果开挖掘机的话 面对它估计也不好使 搞不好挖掘机 也会折里头 还有可能对鲸鱼造成伤害 好心小哥们决定 以最原始的方法帮助鲸鱼 只见它们拿来了一条绳子 绑在鲸鱼的尾巴上 难道这要用绳子 把鲸鱼拉回海里 对的 你猜的没错 鲸们小哥们的商量之后 一位小哥在鲸鱼的尾巴处拉 而几位小哥便在鲸鱼的头部处推 看来办法还是可行的 小哥们也是推动的 状况正往好的方向发展 谁知一个海浪过来 又把鲸鱼拍在了沙滩上 小哥们前面的努力又白费了 但他们并没有灰心 鲸鱼也在坚持着 自己努力的向海里翻滚着身体 但又一次失败了 又被海浪冲击回了原地 也给救援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鲸鱼都没有放弃 救援人员怎么能放弃呢 于是小哥们又重新来过 几人合力 又准备把鲸鱼往海里推 也成功的给鲸鱼翻了个身 但推的时候又来个大浪 又一次的回到了原地 而且一位小哥猝不及防 被鲸鱼的前肢来了个大嘴巴子 拍倒在沙滩上 这得多痛 别的救援人员也急忙地往后退 真的心态要崩了 我看着都着急 但救援人员还是没放弃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此时岸边的小姐姐们健壮 都忍不住也上来帮忙 又多了一股力量 此时一位聪明的小哥 也想到了办法 告诉大家利用海浪退回去的脱力 于是大家也纷纷照小哥的方法去做 当海浪拍来时的冲击 大家都努力地顶住了 这时正是好时机 大家一起发力 鲸鱼终于向海里前进了不少 证明方法可行 大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一点又点地向前推动着 最后可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家终于把鲸鱼的头部 面向了海里 接下来还需要一次大浪的机会 鲸鱼很有可以成功得救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大浪 可能大海也是被小哥们感动 也是终于来了一个大浪 这时一位救援人员 又上去推动鲸鱼 随后很快又来了个更大的浪 一个接着一个大浪来袭 也已经有足够的海水 鲸鱼终于可以摆动起了尾巴 此时的鲸鱼也很聪明 懂得利用大浪的水位向海里游去 鲸鱼也慢慢一点一点地向前游动 终于成功游向大海 救援人员大家一起欢呼了起来 他们也成功地救下了这个大家伙 此时的内心肯定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看着都是满满的成就感 为小哥们点赞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是你 你又会有何办法救助这条鲸鱼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别忘记了关注点赞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